哈喽大家好我是永航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哎 今天的话呢 各位唠一唠一个无双版 一个黄泳英雄的一个八剑的一个通过啊 这个玩意可能好多人好多 怎么能捡的不多呢 实际情况呢 自己是捡不了这么多啊 所以说呢 只能依靠这个队友啊 帮忙呢给送一把 自己呢捡个锤子 给一把剑呢 给自己的这个空军队友 然后呢到最后一关呢 把这个一撇一次 就八剑了 这个八剑的话呢 我也是打了一回之后发现啊 这八剑似乎有一个伤害虚度啊 这个在六剑以后 如果再减剑的话呢 感觉会有点霸了 但是不是那么太确定啊 不过呢 最后打双boss的时候 我看着呢 就是在最后打到最后以后 就确定了 这个伤害呢 好像是削弱了 最后呢 前面不给各位做了 因为呢 前面对我来讲呢 也没什么难度啊 在最前面的时候呢 身上有衣服 所以说呢 这种身上有衣服的情况之下呢 我这个挨打的伤害也不高 所以说呢 前几关也就不看了 一直到这个最后呢 没有衣服了 也没有小黄叔了 背面呢 就是干个芭芭的八把水平剑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是吧 就靠正面的道具来打了 最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很危险的 我是把最后的这个 哎呦 这里是失误啊 这里的话 隐身蛙没打死 开了一个四的八 把火牛起 这把火牛呢 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因素 意外来了这把火牛 所以说呢 我选择先把火牛给它秒掉 然后这个位置呢 我是卡一个位置 等一个隐身蛙现身 之后开一个四八 把火牛跟这个 呃 隐身的全部干到以后 一个雷花锐地 把这个 葫芭芭芭给它干了 之后呢 咱们随便 进去 再出来 来看看打这个佐斯 在这里呢 我是先撇了个毒气筒 然后呢 清掉了茫茫多的小精神 只留最后一个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给切成这个火箭 哎 这怎么又刷了一个呢 好吧 直接打死吧 正好这个怕火箭的大狗熊 那么呢 咱们切到这个火箭呢 等这个佐斯下来之后呢 对着强角鱼 就用溜溜溜溜溜就行了 这个黄云的溜溜溜呢 在佐斯的下限打不着 所以说你去不上去啊 然后这个佐斯好像也挺懂啊 他也不够上限的机会 这位置呢 直接被佐斯打了两下 那换七星剑抽点血吧 包里呢 这个七星剑呢 还是有点小作用的 还是有点小作用的 这个位置呢 这个熊血量也太多了 之后呢 继续啊 拿七星剑的吸点血 吸点是点吧 因为在这个结果上呢 如果再不吸血呢 可能就要考虑到 能不动输了 或者能够以前 一个整道具了 只不过呢 这些道具呢 对于打佐斯来讲 是有点不疑的 是吧 佐斯这怪呢 并不厉害 跟曼德佐斯一样 所以说呢 默不如吸点血 然后呢 等血量回复一点 再能顶住一下的时候 再去干佐斯 也未尝不可 是吧 别着急 别急操 而这个位置呢 GIA 又杀了一个小兵 GIA 又杀了一个小兵 这个血量就能扛一下了 然后换火箭去走 这里既然下 下线顶不着 咱们换BA 没看到呢 这一个属性剑杀 只有 只有这个 六千多 这张蓝角 我记得 六剑好像能打他 八千多吧 大概是这样吧 反正我在最后一刻 都确定了 因为我曾经拿过六剑 打过最后的双Boss 那个输出呢 一个女神 一打多少选呢 我记忆犹新的 不过呢 这个 这一局的时候呢 打到最后 才发现 闪害了点变化 不过呢 有无所谓了 就已经到最后了 知道 然后这种玩法之下呢 似乎也只有 黄远鹰的通关吧 别的人物感觉都白血 因为其他的人物呢 打成八八 小兵天来讲呢 基本都是雷队 是吧 包括很多人 拿六剑都是雷队 六剑虽然说攻击力高啊 但实际来讲呢 能用呃 能就是搭配六剑的人物 并不多啊 不像什么诸葛亮了 马超了 尤其是B马超 好 这一类的人搭配六剑 基本没什么卵 基本就没什么卵 那么呢 咱们来看看这儿吧 这儿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地方呢 为了不浪费道具 选择一个迂回 然后就是无限飞天 这也是黄远鹰 打在画面的优势 无限飞天一直拖到这个传出来 等这个传出来以后呢 直接选择自由乐体 在空中这个自由乐体呢 会挨一下打 然后就看运气 因为呢 开的是下笔机男 打一下呢 也死不了 所以说的话呢 即便挨一下打 到里边呢 两个大家卷 一致七星界 也是吸得回来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黄远鹰 非常有优势 伴随着自由乐体呢 咱们再继续一次 我们看一看 拖过了那三怪以后呢 来到了这三怪 这三怪的话呢 比特刚一波正面 跑不了了 所以说呢 这波呢 选择一个 隐身一的暴剑 先把这个司马一打倒 再用火箭输出五步 之后呢 利用这个破防 再把这个杀火圆打死 没那么好说的了 是吧 难点的话呢 最大的一个难点呢 就是这个 屋将 屋将这个地儿呢 我等所有毒怪出完招 然后呢 选择了一个动物树 但是呢 这动物树的实际并不好 是吧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张飞 并没有被这个动物树搞定 之后有两怪过来了 我现在在左上角呢 对着两怪打了一套这个 小连段 之后呢 张飞给了我一个4XA 成功把我干死之后呢 第二把动物树 成功完成 之后注意哪个是诸葛亮 先把诸葛亮搞死 这里呢 诸葛亮一旦搞死呢 剩余的怪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啥 利用这个这个这个 小刀玉 不能把他击杀了 我这里开了一个48 因为7呢 还是够用 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诸葛亮还没死 我是又开了个4X 先把诸葛亮搞死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两个动物树足矣啊 不需要再多 两个动物树结束之后呢 看一个飞碟 一个飞碟呢 把张飞搞死 66A6A 利用自己这个兵剑 高额的一个伤害 之后这关羽呢 等着一个破定 关羽呢 虽然说破定不大 但是这个飞龙在天呢 算是一个破定 等飞龙在天的一个收招 打他一个66A 直接再走 然后张辽 张辽也是一个 特别大的难点 张辽这个怪呢 开场呢 我先打个张好机 是把他在5块清完 然后再A底下 这样呢 那张辽再等一会呢 会带一个小兵出场 好吧 这里是张药精打多了 也不错 这样呢 等一会呢 出个小兵 张辽再挨打的是不发兵 刷完兵以后呢 咱们直接把他变成动物 然后呢 尽量不打着这个兵 先用66A 把他推到板边 然后打一个无限连 这道无限连呢 我也无数次交货各位了 是吧 黄云人的话呢 这个属性剑 属实是爆炸 这下运气非常好啊 我的下B1呢 刚好砍到了那个刀兵 那这样的话呢 在下一个兵刷之前 这个张辽呢 也不必有带草 丢个时间剑 不要忘了啊 丢时间剑的话呢 能减个酒 虽然说这剑不能丢啊 但是这酒 你先喝杯行吗 是吧 保证自己呢 有四个7入场 打这个最终双Boss 最终双Boss的话呢 也很好打啊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这黄云呢 只要有雨前一打的 就是最终双Boss 喊瓜贤菜 看场了一个绝战 直接撇 然后呢 雨前一丢 直接爆气 往前走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伤害 好像是降低的呢 因为呢 以前我用一个雨前一啊 六剑打 一个雨前一的话呢 直接能干这个怪 十六七万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是你看这个 八剑这个伤害 才打了 才打了不到十万 是吧 这就是我说的 然后这个属性剑 好像在减多了以后啊 减超越了 以后 这个好像伤害 有所下降 之后呢 打到第二个雨前一 结束 明显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非常确定 我曾经六剑的时候呢 两个雨前一 就把这个狐狸精打死了 这里呢 我是用到了第三个雨前一 好像还打不死 这里咱们看一下 这里三爆气 爆气啊 这位置没有想到爆气 你看这吧 三个雨前一面打死 那这就坑爹了 这这一命呢 就得多撑一会儿了 撑到这个狐狸精 把这个变回来 不隐身了 然后又动手 把它终结 也就搞定了 这位置呢 我先讲张力剑 张力剑吧 张力剑的话呢 跑出就是不用再跑位走位了 那这样呢 张力剑还派上了用场 之后呢 单身一个武神呢 也就 顾虑变变了 这个动物树主要命中 我就把他引上来 动物树命中 六水一张空 你看 因为这个狗跑太快了 之后呢 直接来 九个张连招 不给他落地的机会 这样呢 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是吧 这个八剑呢 也就是 就是 存图一乐吧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实用性很低 甚至的话呢 有副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玩意儿根本就不裂 那么好吧 伴随着我的最后一个七槽 这里呢 应该也是搞定了 第一个七槽 打了小七万滴血 第二个七槽 只有五万滴血了 应该是平平常常就带走 不然 这里呢 平平常常就带走 可能呢 这个八剑最开心的呢 就是最后棱剑的 你可以看到呢 八把剑的一次不开 可能这就是最开心的一个点了 再就没有了 好吧 那这个视频也通关了 咱们呢 伴随着最后的通过画面 你该呢 告一段落 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 如果呢 各位喜欢做的视频呢 还希望呢 各位能帮我点点关注 评论转发都可以走一走 最后的话呢 如果各位喜欢呢 千万不要忘了记忆点 那咱们明天同学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